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7月21日15.01分57秒 播放流水6A3C1348CE08BFD486C865C37AF101F9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战报香港4B1全舰赞声次席 24A双向无赖试点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OARPUSHVR0027F1PYSIMGHTTPNOOZGTIMG.COMNOOZLAPLS04645548696404800 DAPE视频 在报上24B1全舰赞声次席 奥斯卡双向无赖试点 时长约1分54秒 腾讯体育8月2日却为了全力备下亚冠赛事 全舰经过协商调整了与贵州的第二十轮的比赛时间 这场原本定于8月26日进行的比赛 提前至8月24日进行 而8月28日 全舰就将在亚冠四分之一决赛 首回合做客面对日本球队 鹿倒鹿角 昨晚和场1比4不敌上岗之后 全舰主帅所发程之一中超的赛程安排 希望能调整亚冠四分之一决赛 首回合之前的比赛时间安排 亚冠赛课程之前 希望日乐部向足协申请 调整联赛赛程 让我们更好备将亚冠 而今天上午 中国足协也是发出通知 全舰申请调整与贵州的第二十轮柔超比赛时间 得到了对手的同意 为了确保全舰做好8月28日的亚冠联赛备战工作 经过全舰申请 天津赛区 贵州以及转播商的同意 决定调整比赛时间 全舰和贵州的比赛原本安排在8月26日进行 将提前至8月24日 开球时间仍为19点35分 值得一提的是 全舰中超第20轮的对手贵州处境不佳 尽管在重庆身上取得了半赛系中超的第二胜 但仍然被摁在垫底位置 对于全舰调整赛程的要求 贵州最终同意 对于中超球队中的亚冠独苗 在这项赛事中能否更进一步也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此外 全舰的亚冠对手陆倒陆角也已经早早调整了赛程 日本猪蝎将阶联赛第24轮陆倒陆角与汉天喜悦的比赛 从原定的8月25日提前至8月24日进行 扎库米相关推荐